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32课的第三段 那么第三段上来先介绍了这个船上有什么东西 你看 The chest contains the personal belongings of a seaman Allen Fielding 这句话简单 这个chest就是指在第二段中拉上来那个大木箱子 里边看它是装着 装着这个一个水手船员叫Allen Fielding 这个Allen Fielding 这个他的私人财物 Belongings 词语中讲了 这个词习惯用复述叫动产随身财物 装着他的财物 那么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后面说 There were books, clothing and photographs together with letters which the seaman had once received from his wife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分析 逗号这个在第二行photograph前面 这个白颜色的可以看到句子主干结构 就是在箱子里面有树 有衣服 还有一些照片 而后面这个together with一直到剧目的黄颜色的 可以看这个定语 来修饰前面的名词的书 衣服和照片 就跟它在一块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信件 什么信件 画横线的当然是牵涛在这里面的定语从具 修饰这个信件 就是这个水手呢 曾经从老婆那收到的一些家书 这箱子里说有这么多东西 这个注意一下这个里面这个衣服用是clothing clothing这个词呢 是不可数名词它表示衣服是不可数的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词叫clothes 这个clothes这个词是个可数名词 而且一般用复数 它本身就是复数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clothes clothes 这个词习惯用复数 它本身就是复数 你像这么一个谚语 就find clothes make a man 注意不是mix a man 可见这个clothes本身就是复数 什么意思呢 人靠衣裳马靠鞍 好衣服会造就一个得体的男人 在这里面是看到clothes本身是复数 但clothing这个词一定是不可数的 表示衣服贩值不可数 我们再读一下clothing clothing 它也是发zzz的这个词 clothing不可数名词 我们看例子 food clothing shelter and transportation are daily necessities 衣食 住 行 是生活基本的必须品 这个衣服可以用clothing 食 food 也是不可数的 住 shelter 也是不可数的 我们如果house是可数的 但住处 用这个词不可数 我们再读一下 shelter shelter 注意不可数名词 这个行呢 就用交通这个词 再来遍 transportation 它表示交通 这个行 这个抽象含义 也是不可数的 这意识主行怎么样 是生活日常的必须品 necessities necessity表示 必要 必须不可数 但必须品是可数的 对吧 daily是每天的日常的 就好了 注意这两个服装 不要用错 还有巨末这个together with 经常放在名词后 有的时候 他可以混成along with 表示还有什么 跟他在一块的 还有什么 经常放在名词后 修饰前面的名词 或者名词当于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Peter was murdered together 或者along with three guards 这修饰前面这个Peter 对吧 彼得被谋杀了 还有跟他在一块呢 还有三个守卫 三个看守 同时死了 你看together along with 是这个加上名词 修饰这个Peter 跟他一块的 这几个人都死了 along with 这个结构 咱们的26和将冠 一个男人来了 还带着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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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一个大手推车 对 一个独轮推车 那时候有 再比如说 this new facts together 或者along with the other evidence proved the prisoner's innocence 这些新的事实 再加上呢 其他的一些证据 证明了这个囚犯 他的清白 innocent清白 咱们讲过了 together with along with 这两个都行 它是修饰前面这个new facts 但是事实是可守 但证据evidence 咱们第一个讲过 不可守名词 so together with 可以换成along with 修饰前面名词 表示在一块的 还有什么 还有 本文中的 还有一些加数 就好了 这是曾经从老婆那 收到的家属 然后呢 the captain of the alco order his men to salvage as much as possible from the wreck 这个along和船长呢 命令 他手下的士兵 就从这个沉船上 打捞上 尽可能多的东西 尽管没有金条 但是咱们看这船 怎么回事 背不住 它有价值 这个船长 along和船长命令 不能翻译成 他的男人们了 那不能说 我的男人们呢 快去打捞吧 这不可能的 这个once man 这个表示手下的士兵 尤其是某人 某个军官手下的 他用在这个部队里面 最常见 这搭配一般都是 his man 这军官 手下的士兵 这个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the general order his men to fire 将军命令 他的士兵 开枪 开火 可以用它 我们在第十四课 好像也见过 咱们回顾一下 第六十六页的 十二行 到底十三行 六十六页十二 到底十三行 in times of peace when business was bad Hogwood and his men would march into a city-state and 再写下去 在和平时期 当生意不好的时候 霍虎伍德 能不能说 跟着他的男人们 那就不通顺 那就奇异了 霍虎伍德带着他的士兵 开拔到一个城邦里面去 并且怎么怎么样 你看他的士兵 叫his man 可以这么说 你要非要指 公司里面的下级呢 那一般用这个词比 在常见 下级或下属 地位比我低的人 大家知道吗 subordinate 注意不要读subordinate ate在动词里面发ate 在名词和形容词发ate ate发ate 不是a 在里面 subordinate 后面是nit 最后那个t 失去爆破听不到了 在里面 subordinate 这是下级或下属 你看 he left the routine check to one of his subordinates 他把这个例行的检查 留给他一个下级下属去干 可以这么说 反应是呢 就是上级 上级当名词 就是我的领导们 地位比我高的人 可以用这个词 注意在这是名词哦 这个词 做形容词的话 可以表示更高级的 更优秀的 但做名词 可以表示上级 我们再读一下 superior superior 就上级领导 那我们看例子吧 I'll pass your complaint on to my superiors 我这个人投诉 这投诉啊 我已经越权了 不过这个 这并不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 怎么样呢 我把你的投诉 转交给我的领导们 pass on 就继续传给某人 转递给某人了 我的领导们 my superiors 跟这个 his subordinates 可以同时计 相应程序 还有一个叫做 在另外一个机构里面 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当的人 我的这个机构是董事长 他在那个机构是董事长 他就是我的compartment 这个 counterpart 我的这个机构是主任 他是那个机构主任 他也是我的 counterpart 我们再读一下地位 与自己相当的人 大声来变 counterpart counterpart 就在另外一个部门 或另外一个机构里面 地位与自己对等的人 这个在生活中 用的也特别多 同样看一些例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跟他美国身份地位 相对应那个人 这个Barrick Obama 就奥巴马这个人了 然后呢 在中一的时候 将举行会谈 你看在这其实相当于 and American president 但你要再说 president跟前面就重复了 所以换成his American counterpart 他在美国地位 跟他相对应的人 习近平是我们中国的一把手 奥巴马呢 这个时候 他也是美国一把手 叫his American counterpart 所以这个词 在外交词里面用的很多 hold talks举行会谈就好了 还有一个是表示 某个机构里 地位最低的那些人 叫草根 就某个机构 或某个阶层 或某个社会里面 地位最低的人 某个组织 或某个机构 某个社会都行 我们再读一下 the grassroots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说的草根 草根阶层就好了 就是在社会中 或机构中 这个组织中 地位最低的人 好 这个命令他手下士兵呢 savage还是打捞了 去救什么呢 从这沉船中 就有尽可能多的东西 这个wreck 就是这个被毁掉的交通工具 什么沉船呢 坠毁的飞机呀 什么这个汽车 创坏了都叫wreck 如果不专指沉船呢 也用这个词 用一个复合名词 大声那边 shipwreck shipwreck 用它指沉船 这个也行 当然我们这个wreck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在第12课 这个荒岛生活词号中讲过 这个wreck也可以表示 人 指 这个身体 或者心灵 或者精神 严重受伤残的人 我们还记得吗 在老四册 老的经济四册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叫poor man mentally a wreck 就32开本的 老版本的第四册 可怜的家伙 怎么翻译呢 整个人一脑残 对吧 在大脑方面 已经严重残疾了 所以这个wreck 表示人身体或精神 严重受伤的人也行 在本文中是沉船 但是费了慢能近呢 没有什么说过 我们说了 Nothing of value was found but the numerous items which were brought to the surface proved to be of great interest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被发现 但是呢 这些被带到水面上来的 数不胜数的东西呢 被证明是非常有趣的 尽管并不太值钱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还是由廉词but 引导的两个并列句 but跟and一样 是并列廉词 只不过它表示转折 那么在but 前面这个句子非常短 就是个简单句 Nothing of value was found 注意这个of value 是个借词端译的后置论语 修饰 这个不定代词 nothing 咱们一会会说of加名词 可以当修饰语 放到后置 修饰前面的名词或代词 咱们一会讲这个知识 然后第二句话说 by the numerous items 这数不胜数的item 就是东西 物实的量词 一件两件的东西 数不胜数的这个东西 什么呢 which were brought to the surface 被带到水面上来的 就是拉上来的东西 这个谎音词是定语从句了 怎么样呢 prue to be 是被证明是 home of great interest 是用借词端语 of加名词 做了表语了 咱们一会会说of加名词 既可以做后置定语 也可以当表语 这个表达比形容词 一般要正式一些 比形容词要正式一些 好 语法成分分析完了 下面咱们就先说一说 这个本文中 句首和句末多次出现 出现两次 就是of加名词 用它来描述 人或事物的特征 有的时候呢 它可以相当于一个 这个形容词的用法 那么它的用法呢 一般有两个 这一句话中 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个用法 就是这句首这个用法 做后置定语 注意放在名词 或者代词后面 后置修饰它 你像本文中这个 nothing of value 相当于nothing valuable 没有什么有价值 of value相当于valuable 就有价值的 当然这个形容词呢 它也得后置 因为nothing是个不定代词 但是of加名词呢 是无论是名词代词 都得后置 我们再看一个修饰名词的 a matter of significance 一个重要的事情 significant表示重要性 是名词 所以这个of significance 相当于a significant matter 一件重要的事 这个significant 要放在名词前 但是of加名词 一定得后置 看到了吧 这是做后置定语 当然用of加名词来的正式 比用形容词 更加庄严一些 尤其适合在写作中使用 啊 这可以用 但是我们记住 不是每一个of加名词 都可以还原成形容词 有的是比较复杂 那它就没法还原了 你看我们看一下历史 a ship of 46,000 tons 46,000吨级的一艘船 这修饰事物的特征啊 吨位是46,000吨 你把它变成形容词 就不好变 干脆就用它就好了 再次说 a man of wide social relations 一个社会关系很广的人 就路子很野 三教九流都认人人 这个时候of加名词短语 你看这么复杂的of加名词 换成形容词 修饰这个man 就不好换了 干脆就用of加名词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用法 放在名词后 当后置定语来使用 那么第二个用法 就是在这句话 句末出现的 做表语 在系动词之后做表语 这个时候也是 直径比用形容词 做表语来得更正式一些 咱们看一些例子 像这句话末尾的 proved to be of great interest 是不是相当于 proved to be very interesting 被证明是非常有趣的 如果of interest 就是interesting of great interest 语气重一些 就是very interesting 就好了 非常有趣的 咱们再看几个例子 it is of no use 其实相当于 it is useless of加名词 相当于形容词 但是有的时候 就换不了了 你比较复杂 就没法换成形容词了 你像这个 her dress is of dark crimson 他的这个衣服 或者他的裙子 是深红色的 甚至降红色的 crimson 本来就是深红色 在这儿 大个修是更深了 of加这么一个 长城名词串语 把它换成 这个形容词 就比较困难了 干脆就用它 就好了 再比如说 he is of a peculiar disposition 这个人性格脾气特别古怪 disposition表示人的脾气丙性 这个性格古怪 也是描述这个人的特征 在这儿做表语 在这儿呢 这个要换成形容词 就相当困难了 干脆就be of加名词 就好了 人和事物的特征 但你不能把这个of去掉 它是一个什么性格 这不同顺 描述它的特征 必须加上这个of 看到了吧 这是做系动词的表语 有的时候简单 可以换成形容词 要复杂呢 咱们就等of加名词 当然就好了 说了半天 咱们练习练习 比如说 看这是一个 做后织定语的 一个中等身高的男人 a man of middle height 这是做定语 我们换成 把它做表语 变成主细表结构 这个男人中等身高 是不是可以说 the man这个男人 is of middle height 就好了 这是一个做定语 一个做表语 主细表结构 那么 再比如说 咱们一看 这个意义再说一个 一个想象力 很出色的女孩子 想象力叫imagination 出众的 比如说remarkable 这个词咱们讲过 如果要做后织定语呢 可以说 a girl of remarkable imagination 想象力出众 是女孩子特征 描述它的特征 后织 做主细表结构呢 这个女孩 the girl is of remarkable imagination 这个女孩子 想象力出众 就好了 这是亚历山大 苦心故意 在这一句话中 在句首和句末 分别 把这两个用法 都告诉我们了 所以这个 写这么教材 真是不容易 这是煞费苦心 我们要不得记住 否则就辜负了 这个 亚历山大老先生的 一片苦心了 好 再看到后面 这个并列剧里 by the numerous item numerous我们说了 这是数不胜数的 不计其数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 二十 二十三课里面 见过它的同一词 叫countless 两个词都强调 非常多的 数不胜数的 不计其数的 但一定修饰可数名词 一定修饰可数名词 我们大声都下 numerous numerous 再看第二个 countless countless 多好几count数吗 数不了了 数不胜数的 这个复习 在一百一十四页的第十行 一百一十四页第十行 有这么一句话 there are countless people who ever since the early years have learned to associate them with food 有数不胜数的 自从童年开始就学会了 把蜗牛跟食物联系到一块 数不胜数的 也可以换成本文中的numerous 都可以 协作中 这些表示数量大 这些词都可以用 但记住 修饰可数名词 那么这个被带到水面上来的 这个数不胜数的这些东西呢 被证明是非常有趣的 那么被带上了什么东西呢 下面就开始说了 这句话我们先看个语法成本分析 from heavy gun that was raised 逗号前面这一行 明显是借词短语当壮语 就是from在这发现从什么什么来判断 从一门重炮 后面定义从句呢 是修饰前面这个重炮的牵套在借词短语里边 被拉上来的一门重炮 从这来判断 然后呢白颜色是句的主干 这个船长就明白了 然后写一体字从那开始到句末 明显是兵御从句了 the ship marselbin cruiser 这份船肯定呢 是一艘巡洋舰 船长是海军吧 他知道吗 对不对 marselbin咱们讲了 marsel叫过去分词 是对过去发生事件的肯定推测 现在巡洋不了了 早就成了 成烂东西了 当年肯定是一艘巡洋舰 对过去的肯定推测 他有证据 所以这语气比较重 marselbin有这个结构 好 这句话我们首先先看这个from 这个from在这张介词的意思非常多 在这不是表示位置 不是从什么出来了 而是表示考虑到 类似于我们说considering这个介词 或者呢从什么什么来看 从什么什么来判断 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些例子 from her looks I'd say she was Swedish 这个from不是从什么什么出来 而是从她的面目 从她的脸 就是从她这个样子来看了 我说他可能是一个瑞典人 从那个样子 你看他长相 我一看是瑞典人 from her looks 从什么什么来判断 或者看这句话 from what I heard the company is in deep trouble 那么从我听到的情况来判断 这个公司恐怕现在陷入了深深的麻烦 有大麻烦了 从我听到这情况来判断 from后面加了兵与从去 但依然是考虑到什么 从什么什么来判断 这个意思 在本文中呢 是从这门重炮来判断 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在32个还有一句话 也出现了 我们看看在这个这个这个 本文中 150页的第19行到第二场 又出现了 150页第19行到第二场 from this the captain was able to piece together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had come to light 从这个东西来判断 从这个东西来判断 这个船长就能够 把所有已经被发现的这个信息 把它拼到一块 发现事实真相了 from有这个意思 记住 那么再看句子主观 这个船长明白了 realize后面加兵与从这个船 肯定是巡洋舰 must have been 是对过去的推测 咱们造个句子吧 把这个from用一遍 再用一遍对过去的推测 咱们试一试 从这些雕像的碎片来看 考古学家们明白了 这座庙宇当初肯定是一个 祭祀做礼拜的场所 从什么什么来看 我们用from就好了 雕像的碎片 碎片不是fragments吗 the fragments of statues就好了 那么这个庙宇的tempo 当初肯定是must have been 一个什么呢 祭祀做礼拜的场所 a place of worship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咱们说着看 from 雕像碎片 the fragments of statues 不是雕像吗 怎么样呢 the archaeologist 怎么样 realize that 加兵与从去 the temple 肯定是must have been 一个座礼拜场所 a place of worship 就好了 注意前面的from还是借此 从什么什么来判断 后面那个must have been 对过去的推测 当初是个坐礼拜的场所 就好了 好 这句话 咱们看到这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 那么在后面又介绍了 在另外一个大箱子里 还发现了些东西 你看他说 in another chest which contained the belongings of a ship's officer there was an unfinished letter which had been written on March 14th 1943 这封信看到了 沉船大致的这个年代 也是很有价值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in another chest 可以看作一个地点状语 在另外一个箱子里边 然后后面这个黄颜色的 这个第一行末尾 到第二行的明显是定义从具 修饰这个箱子 这箱子里面装的是呢 这个船上一位官员的 这个私人财物 Belongue还是私人财物 怎么样呢 there was an unfinished letter 有一封没有写完的信 而后面再加上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又是黄颜色的这个定义从具 这封信 大概是在1943年3月14号 这天写的 这是过去都过去 用过去完成式 这大概正好是二战期间 就知道大概这个船 是二战期间被达成的 就这么一个 那么这个里边我们看看 就是在1943年3月14号那天被写的 这个结构用了被写 在那天当然是可以的 其实还可以另外一个更简单的表达 就写着 which was dated March 14th 1943 也行 为什么which was dated呢 这个date可以当极物动词 叫标注日期于某处 所以这封信被标注的日期 是43年3月14号 可以用它 这个被标注日期 标注日期于某处 这个是被标注日期 咱们看一下例子 这是一份报纸 日期为2005年10月1号的 一份报纸 上面被标注日期是 所以这个dated 用后置的语 过去分词 因为标注日期于某处 是被标注日期 2005年10月1号的 这么一份报纸 可以用它来说 跟它类似的 好多都是被动的 一个20岁的女孩 a girl aged 20 可以这么来说 还有再比如说 一个叫约翰的男人 a man named John 一部叫三国演义的小说 a novel entitled Three Kingdoms 这一般都是后知正语 用过去分词 但是不是每一个地方 都用过去分词 你得看这词搭配 比如说 这个一部由 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 叫做A Movie Starring Tom Hanks 在这等于现在分词Starring 为什么呢 因为这star本来 它的意思表示 由某人主演 这个汤姆汉克斯 就是做他的兵语 所以在这是主动结构 就能现在分词了 你看如果 我用这个句子来写的话 这部电影 由汤姆汉克斯主演 是主动的 A Movie Starring Tom Hanks 所以这个过去 这个或者这种 就是Starring 为什么 它主动结构吗 汤姆汉克斯是宾语吗 对就好了 而前面呢 这个小说是背起名字的 小说应该做他的宾语 宾语变了主语 所以用过去分词 但这儿呢 得用主动 现在分词就好了 主动被动 得看着单词搭配 来确定 好 再看下句话 这个我们还是看看句子的分析 就好了 这句话比较简单 这个船长知道明白霍西了 是什么呢 from the letter 这是壮语前置 从信上获知什么呢 后面的那是宾语从句 但是这个宾语短 壮语长 所以在这改编语序了吧 先说壮语 或说宾语 这个那就是做论的宾语嘛 霍西这个情况是 这个沉船的名字叫卡伦号 What's that Karen 这个前面加了定冠词的 因为船只前的名字 必须加定冠词的 除非是同语 在这不是同语 这个的必须加上 Karen是个女孩子的名字 因为船只一般都叫 什么she嘛 所以一般用女人的名字 给大家命名 或者什么某公主号 什么女王号 一般用它 好 下面句话说 The most valuable find of all was the ship's logbook parts of which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read 这句话也是先看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逗号前面是句的主句 那么所有的发现里 最有价值的发现 我们讲过这个find 在此中说了 是发现的人或事物 而且一般是有价值的 好的 在这依然是报语词 对吧 是什么呢 是这个传言上的logbook 这个当常识制了就行了 叫航海日志 传言上的航海日志 后面定义从去 parts of which it still possible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read 这是由parts of which引导的一个非线的一些定义从句 这为什么名词加借词再加为引导呢 咱们一会会说 因为这个定义从句修饰的不是航海日志 是航海日志的一些部分 所以用这个来引导 咱们后面会看这个定义从句 然后呢 定义从句里面比较特殊 它的主语 是形式主语 it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read 然后这个parts of which做什么呢 做定义从句里面 to read read的语言 所以呢它的真正定义从句里的真正主义 是动词不能说to read 然后呢 前面的it是形式主义 是这么来说的 这个结构我们把它看清楚 一会我们再分析 这个定义从句还能怎么说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特殊的这个定义从句 就parts of which 我们一般可能是which引导比较常见 这parts of which怎么回事呢 这涉及到也是一个重要的知识了 是什么呢 就是名词再加借词再加关系代词 用它来引导非限定性定义从句 注意 一定引导非限定性定义从句 就放一般的动号后面 动号后面 那么什么时候用这种结构来引导定义从句呢 就是定义从句修饰的不是先行词本身 而是先行词相关的一个东西 或者先行词的一部分 像本文中 这个依然能清晰可变的不是整个航海日誌 而是航海日誌的一部分才用它 咱们看一下例子 他有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死于战火 那么大家可能一般同学会用并列句 he has two sons 都好 and one of them died in the war 但是你看and one of them 这就啰嗦了 你还得接and 干脆我们用one of whom就好了吧 你看死于战火的不是先行词两个儿子 而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结构 he has two sons 都好 然后呢 one of whom died in the war就好了 这个结构就比刚才并列句要简洁 因为并列句还得用and one of them 啰嗦了 one of whom就好了 为什么出现这个结构呢 它修饰了 整个地义从句说死于战火的不是 两个儿子都死了 而是其中的一个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演讲者提了四个问题 他们的答案被证明非常具有启发性 提问题可以有好多动词 比方说咱们用pose 有启发性的 有启迪效应的 可以用illuminating这个形式 可以读一下 illuminating illuminating 它来自动词 illuminate 就启迪启发的意思 那么你看 被证明非常有启发性的 是这个问题本身吗 不 是问题的答案 所以在本文中 是不是又可以用本文中这个结构呢 为什么你要是再用并列句的话 又在说 and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太啰嗦了 我们是可以用the answer to it 是吧 就好了吗 咱们看一看该怎么说 the speaker posed the four questions 逗号 the answer 注意介绍加to to which proved very illuminating proved一旦是被证明是 后面的to be被去掉了 大家很熟悉了 你看这个句子里边 同样 你要用并列句写的话 就特别别角 你看他说and 再加两次吧 th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proved very illuminating 就非常啰嗦了 只用the answer to which就好了 这which不就指代前面的four questions吗 你看非常有启发性的 不是问题本身 而是问题的答案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定义重新修饰的不是先行词 而先行词的一部分 或者跟先行词相关的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用这种特殊的定义重新 但注意 一般都是用逗号跟主句分开 它是非现能性的定义重新 就好了 好 再回到定义重新里面来 本文中出的这个结构 我们再看一看 parts which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read 老师刚才说了 这个定义重新里面 这个it是个形式主语 它的真正主语是后面都动作不定式 to read read什么 后面的缤语 正是前面这个parts which 来读 这个航海日誌的一些部分 依然是可能的 就是依然清晰可变 这个意思 那么这样 当然我们不用这个形式主语行不行呢 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么写就行 parts which were still possible to read 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航海日誌的一些部分呢 依然清晰可变 用这搭配也行 这个时候就用parts which 就在剧中 就可以直接当主语了 然后我们 were still possible to read 就好了 但是有同学说 这个地方不对用被动吗 这边依然可能被读吗 咱们以前说过 形容词后面加动词不定式 这个用主动 可以表达被动的含义 其实它是相当于 to read parts which were still possible 是这么个结构 咱们先说过吧 形容词后加动词不定式的话 即便是被动 咱们也不用主动 为什么呢 它其实主语是做的 动词不定式后面 这个动词的比喻 是这个结构 是这么一个 如果咱们还不理解的话 咱们再看另外一课书中 是不是跟它如出一辙 我们看看第54课 244页的第12行 244页的第12行 注意 Most of fears were are unreasonable But they are impossible to erase 你看用这个结构了 我们大多数的这种恐惧 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他们就不可能把它去擦掉 去抹掉 以为是擦掉 涂抹掉的意思 这个对峙是什么呢 当然是前面那个 Most of fears 我们的恐惧 你看they were impossible to erase 本来这个恐惧是被涂抹掉 被抹掉 被擦除 但这里用主动结构 为什么呢 其实相当于to erase them are impossible 是这么一个结构 咱们以前说过嘛 形容词后面在动词不定识 主动表达被动含义 为什么呢 其实它的主语是做动词不定识里面 动词的病 对吧 这么一个结构 那那时候这个结构 能不能换成本文中的形式主语呢 当然可以啊 那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可以换成but 该怎么说 用形式主语的话 it 什么 is impossible to erase them 效果完全一样 对吧 most of fears are unreasonable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erase them 这两个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本文中的这个形容主语一样 可以换成 这个possible or still possible 注意主动 to read就好了 但是注意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就是大家注意这个possible 还有impossible 这形容词比较特殊 它的主语呢 不能是具体的某个人 它的主语可以是事物 可以是形式主语都可以 但不能是具体的某个人 一般用人做主意的话 一般是错的 你看我们再看另外一课书中 这个在写作中注意 别弄错啊 再看第六课中 咱们看这句话能不能变 就是34页的第16行 34页的第16行 他说but it was impossible to stop the thieves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泰勒先生冲出了 这个商店 往这个大汽车扔花瓶 扔烟灰杆 大家记得吧 砸出场抢劫 但是要阻止贼呢 已经是不可能了 it was impossible to stop the thieves 这个形式主语嘛 真正主语to do 这是可以的 但是能不能这么改呢 but the thieves were impossible to stop 这个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尽管理论上好像对 但possible和impossible的主语 一般不能是具体的人 不能这么说 只能说 it was impossible to stop the thieves 但本文中呢 什么航海日日的一部分 还有刚才恐惧 那个they just fears 这事物做主语是可以的 但具体的人 做possible impossible主语 这个表达是错的 这个表达是错的 这个主语很容易错 只有一个例外 是什么例外呢 就是人做possible impossible的主语 但是后面动词不定试之后 后面是戒词结尾的 就是人做戒词的宾语 这个时候是可以用人 当这个possible impossible主语的 此话怎讲呢 咱看一个例子 只有这个是例外 he is impossible to deal with 跟他共事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这里可以用呢 因为impossible后面 to do 是动词加戒词 那么就相当于 to deal with him is impossible 等于这个主语做的是戒词的宾语 做with的宾语 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否则的话 上面这句话记住是错的 impossible和possible一般主语 不能是具体的人 除非人做形容词后面 动词不定试之后 借词遍语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人做主语了 所以英语中规矩套的 实在是太多了 没有办法 培根说写作使人精确 大家可能有所体会了 有所体会了 好 我们再看这个句子 还能怎么说 我说这个航海日誌部分 清晰可变还能怎么说 好像这么说也行啊 咱们再编一下 parts of which could still be read 其中一部分依然可以被读 被读懂 这个里面当然得用被动了 对吧 could still be read 这个read过去分子总是read 这个被读嘛 这当然是被读 或者用西表结构 parts of which were still legible 这个航海日誌的一部分 依然清晰可变 这个也行 我们读一下这个字迹 可以辨认的 比较清晰的 我们再读一下 legible legible 它的反语词 在前面再加个il illegible i-l-l-e-g-i-b-l-e 那是无法辨认的 自己模糊的 在这呢 一部分依然清晰可变 这个表达也行 也可以 也可以 好 后面说了 from this the captain was able to piece together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had come to light 从这个东西呢 船长就可以把 所有已经被发现的 那些信息 拼到一块 发现事实真相 这个船究竟是 来龙去脉 是怎么一回事 还是先看 句子语法分析 from this 还是借此短语做壮语 就从这个东西来判断 从这个来看 这个船长呢 就能够 pice together 是把什么拼到一块 他会把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had come to light 做piece together的避语 把什么呢 把所有的信息 拼凑起来 piece together 拼凑起来 发现原状 发现事实真相 后面这个 that had come to light 是定义从具 修饰先经词 information come to light 是习语 叫被发现 为什么倒到光线 里边来了 可以看到了 被发现是个习语 这个习语 咱们以后会讲 好 这是把语法看完之后 我们重点看一看 这个piece together piece something together 表示把什么什么 拼凑起来 以发现事情的原貌 或者以发现事情真相 piece本来做 名词表示片 做动词 拼接到一块 非常形象 那为什么有双剑头呢 还是说明together 这个词是个副词 如果宾语比较长的话 可以放在together后面 宾语比较短的话 可以放在前面 所以这个宾语 跟together位是灵活的 因为together是副词 它前后都可以 我们看一些例子 这些警方呢 依然在试图努力 把这个事实拼到一块 以发现案情的真相 发现很多证据拼到一块 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再比如说 The archaeologist pieced the fragments together 这个考古学家呢 把这碎片拼到一块 来发现这个雕像的原貌 是什么 也是拼到一起 发现原貌 发现真相是什么 也是这个意思 那只不过上面呢 比较抽象 下面比较具体 被碎片拼到一块 都是发现事情的原貌 真相是什么 看看这个雕像 原来是什么样的 看到这个句子 大家立刻回起来 piece together 特别像我们第三课 讲过的一个动词 就是reconstruct 当时我们课文中 用的是这个词 就是拼凑起来 发现原貌 我们再读一下 reconstruct reconstruct 咱们复习一下 复习 在22页的第十四行开始 22页十四行开始 when the archaeologist reconstructed fragments 那么当考古学家 把碎片拼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换成piece together 他们经验的发现 这个女神像 原来是一个 非常磨蹬的女郎 这个可以跟piece together 可以替换 好 再回到剧中 船长可以把所有这个信息 拼凑起来 发现的事情真相 什么信息 let have come to light come to light 是习语 叫被发现的意思 这个习语有另外一个变化 可以变成be brought to light 这个好记 为什么 come to light 是来到光线里边来了 be brought to light 是被带到光线里边来了 总之由暗处到了明处 是被发现了吗 这是利用视觉原理 这是个习语 叫被发现 注意 两个大粉 意思是一样的 这些道光线里边 就能看到了 很形象 我们看例子 new evidence in this case has recently come to light 或者相当于 has recently been brought to light 这个案件的一些新的证据 最近被发现了 come用主动 这个brain用被动 be brought 我们都加 to light 就好了 注意证据 evidence老实说 不可署名词 就好了 这是利用视觉原理 到了光线里边来了吗 就是被发现了吗 利用视觉原理的 这个搭配还有很多 我们再看未来 在38个还会看到一个 也跟光线相关 light还是光线 cast shed或throw 都可以表示什么扔啊 什么投掷啊 什么发射 把一束光打到什么东西上面 就像探照灯一样 啪 光线 投上去 这是习语 什么意思呢 揭示了什么什么 王宝是个谜啊 一个一个 大家无法理解的东西 揭示真相 为什么 原来是黑的 我们看不清楚 现在一束光 啪 投射上去 揭示真相吗 揭示了什么什么的真相 这在38个里面就会碰到 咱们先看一看 先看一个简单句子 these discoveries may cast some light on the origins of the universe 这些发现 可能会揭示 宇宙的起源 对吧 把一些光线 照上去了 我们就看明白 到底怎么是揭示真相 揭示 那么我们再看 38个的句子 在174页 第8行最后 到第9行 174页 第8行最后 到第9行 Even seemingly insignificant remains can shed interesting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men 甚至那些seemingly 24个讲过 就看似怎么样 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些遗迹 remains又在第三个讲过 遗址废墟 可能会怎么样 把一些有趣的光线照到了早期人类的历史之上 是不是就是揭示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还是揭示 甚至微不足道的 看似微不足道的遗迹 都可能会揭示早期人类历史的一些趣事 有趣的事情 揭示光线照到上面 跟这个到了光线里来 被发现 非常类似 可以放在一块儿寄 这个效率就高了 那么这真相究竟怎么一回事呢 作者下面交代了 原来这么一回事 The Karen had been sailing in a convoy to Russia when she was torpedoed by an enemy submarine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白颜色的是剧的主剧 The Karen是卡伦号 必须加定格斯的 我说了 Had been sailing in a convoy 当时正行驶在 驶往俄罗斯护航的船队之中 二战期间 当时 Had been sailing 用的是过去完成进行驶 表示在被击沉之前 这个动作一直持续 持续到过去 那被击沉 当然就没法开了 所以一个动作 持续到过去这个时刻 过去完成进行驶 但注意后面 When从句是时间状语从句 When怎么翻译 老师以前说过 主剧中出现了进行驶 或者出现Be about to do 过去完成进行驶 它也是进行驶 这个Win得翻译成 这时或者突然 突然 它 I don't see 这个用直传 被敌方潜艇 三班内 用鱼雷打中了 Torpedo这个词 做名词就是鱼雷 做动词 表示用鱼雷打中 或用鱼雷继承 咱们读一下词 把异地去掉 读现原形 Torpedo Torpedo 特别好记 为什么 模拟声音的 你看 Tor发射 运行 Doo 打中了 Torpedo 刚好是鱼雷 就好记了 对吧 被敌方潜艇 用鱼雷打中了 这个Win 发现这时 或者突然 咱得复习 这个知识太重要了 在三册里 也大量出现 咱们再复习一次 主剧里出现 既有时候 Be about to do Win 从剧 但Win 得发现这时 或者突然 而且老师说过 在这种剧情里面 它的核心信息 不在主剧 其实在从剧中 这非常罕见的情况 从剧信息重要 咱们复习这样的句子 I was having dinner when the phone rang 我当这个不能发现 当电话铃响的时候 我在吃饭 不好 怎么发现呢 我正在吃饭呢 这时电话铃响了 我吃饭和电话铃响 哪个重要 电话铃响重要 对吧 下面一句 我正要走呢 这时电话响了 这这时 或者突然电话响了 Be about to do 或使用进行试 都可以 咱们很快的 来复习复习 咱们以前见过的一些句子 比如说 咱们看一看 我们73页练习题第六题 咱们以前见过 73页15课 书后题第六题 好快点 73页 快点 看第六题 He什么 To do switch off when he jump he 50 pence 他正在去 唐贵的路上 这时 他把50便时的硬币给掉了 去在唐贵的路上 根本硬币掉了 哪个重要 硬币掉了 是关键信息 只有选哪个 能突出万一从去的状态性呢 只能选哪个 只有D选项 He was going to a switch 他当时正在去唐贵的路上 这时 硬币掉了 这个进行时 when 从于发现这时 突出从去的状态性 其他的都不行 你像 He had gone 不是进行时 Be going to 是将来时 这个went 一般过去的时 都不行 只有后面 过去进行时 was going to 进行时 后面 反正这时 突出 when 从去状态性 咱们打到屏幕上 He was going to the switch when he dropped he dropped his wiffy pants 他正在去唐贵的路上 突然 把硬币给掉了 就好了 我们再复习 在其他的课文中 比如说在29课 138页 课文最后一句话 138页最后一句话 他还在 得不着一些 有关医院的这个事 在挽回结束时 用进行时了 when 这时 或者突然 他在一块病人滑倒了 并且把左腿又摔折了 这是否突然 再回忆在第23课 就是114页 第13行 到底15行 114页 13行 到底15行 这个想法 从未使我产生过 太大兴趣 但有一天 在一场大阵雨之后 注意 I haven't to be walking 用了动词不定式的进行时 他也是进行时 我碰巧 正在花园中散步呢 突然 或者这时 我看到很多蜗牛 在我心爱的植物上 他们也在 take through 也在散步 为什么前面出现 进行时 be walking to be walking 也是 好 我们再看 34课里面出现 be about to do 就是幸运的发现 后面会讲 就是158页的 14行 最后到15行 158页 14行 最后到15行 这个一上午 很快就过去了 并且 and Frank was about to live 弗兰克正要走 突然 他注意到地上 放着一个大大的 一个packing case 词汇刚讲过 大板条箱 对吧 刚刚讲过 另外 是这时 或者突然 突然 被敌方潜艇 用鱼类打沉了 后面说 this was later confirmed by a naval official at a military defense after the elk had returned home 这句话简单 咱看个鱼法 成分就好了 这个是 就上一句话 描述 那个被鱼类 打沉 那个经历 这个是后来 被证实了 被什么呢 by a naval official 被一个 海关的官员 这个所证实了 那么什么 海关 就是 at a military defense 后制定于 修士海关官员 海军官员 这个 并不是海关 海军 海军的官员 在哪 在国防部的 海军的官员 就是在国防部 工作的一位官员 后制定于 修士这个 非手 然后呢 黄颜色的是 时间状于从具 在二十可号 返航之后 国防部的 一位海军的官员 证实了此事 就好了 但是呢 你要用 国防部的海军官员 证实此事 用这种主动结构的话 脑子就太大了 国防部的 海关的官员 太长了 但是这个 避雨的率太短了 所以刚才从被动 避雨变主动 this 我们用被动 避免透明矫情 咱们说过 对吧 好 最后一句 我们也是看看 语法结构分析就好了 All the items that were found were sent to the war museum 所有这个东西 还是一件两件的东西了 that were found 是定于从具 被发现的东西 都被送到了 这个军事博物馆 去展览 金条 箱子没有找到 但最后发现的这个船呢 以比较有史料价值 所以也没有白忙会常 这个船的真相搞清了 我们32课也结束了 32课里面 好多重点的句型 和一些重要知识点 怎么把句子写的重点突出啊 主词分明啊 有好多的模仿剧 希望大家反复收看 仔细揣摩 把它牢牢 把它掌握住 好 32课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 这个期望